近来在中国各地出现了抢药潮 那么连带台湾似乎也开始出现了缺药危机 因为普拿腾线出现大量收购状况 对此呢 指挥中线昨天也证实了 已经请厂商加速来供货 万医师无心带指出了 其实在金门马祖地区有中国人 是拿着台湾的健保卡来领药买药带去中国 这不是在疫情期间才有的事 他没了 近这两三个礼拜吧 就一直在买普拿腾 货架上空荡荡想买普拿腾却扑空 不止药妆店转到药局同样没得买 退烧止痛跟加强定来讲都是当天就玩笑了 药局12月15号进了24盒普拿腾 一天之内就卖光 过了五天下一批还是没来 只能等厂商配货 这缺药危机一触即发 当然是会担心 我家小孩吃药都会过敏 吃一种普拿腾他就不会 大家都在抢购 然后大家都心慌啊 要多的就是他们要寄回去给中国的一些亲友 第一大类第二大类来讲的话就是 他们自己要回中国的 所以他们自己要备药 中国大陆疫情升温引发药荒 连带台湾也遭殃 还有台商准备回台想要先留货 而指挥中心也证实国内确实有出现大量收购情形 指挥中心呼吁不要大量购买转寄到国外 不过医师无心带指出本来金门马祖有中国人拿着台湾健保卡来云木混珠领药买药带去中国 不是疫情期间才有的是 中国的人拿着台湾人的健保卡来去盗用身份看诊或者是直接说进诊间就要买药的状况 因为我们两地的医疗水准差距还是蛮大的 根据药品输出规定必须符合当地法规 如果个人自用药品要携带或是寄到中国大陆 核领数量为限每次不超过人民币八百元 换算是台币三千五百多元 就怕药荒持续中央也表明 必要时会采取管制措施限制输出 只是市场自由机制下 后续得如何执行 恐怕也是一大难题 记者很看黄云婷 财风报道 黄云婷 黄云婷 supplement 词